12月4日是第六个国家宪法日 以宪法与国家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宪法日座谈会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刑事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并致辞指出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 亦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和销利来源 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政策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宪制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 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和象征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权威 宪法也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和效力来源 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政策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宪制依据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和尊重宪法这个根和缘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国际地位予之巨增 在一国两制下既是贡献者也是受惠者 要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发展和建设 同时把握国家发展下的新机遇 他指出 今年6月以来 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出现很大的纷争和暴力事件 特区政府当前首要目标是止暴制乱 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他希望香港是会明白 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我希望香港社会明白 一国两制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 拥有特殊重要地位 香港市民是需要共同维护 一国为本 尊重两制的差异 你都必须清楚了解 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林郑月娥还强调 要增强青少年 以及全社会的国家意识和认同 完善相关机制 维护国家政治体制 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为香港未来发展 拓展新空间 增加新动力